大家好 我是洪靖元 我是張鈺松 我是李奇心 我們這次作品的名稱是 不知SDG 我們拯救您 我們會做這個行動的動機是來自於我們的感受 SDGs是我們在專題課程上才接觸到的 因為我們的課程非常充實也很有趣 就可能有時候會去戶外騎車啊 或去參訪其他的地方 所以身邊的朋友也知道我們的專題叫做SDGs 但是他們卻不知道SDGs的意義跟它的內容是什麼 這讓我們很驚訝 也意識到說這麼重要的東西應該要讓他們知道 我們身邊的人這麼少人知道 我們覺得很憤怒也很不解 就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有了這次的行動 懂 我懂 為了讓身邊的人就去接觸到 或者是了解什麼是SDGs 於是我們開始就是想過 有什麼方法可以去讓大家接觸到 像是發行笑看之類的 可是我們後來就是還是決定 因為我們平時會有 就是比較外向一點 我們會分享東西啊 做貼文做影片 所以我們於是決定我們創一個 創一個IG帳號叫李鴻章 那我們的貼文主要有分享時下有關SDGs的新聞 跟拍有關SDGs的影片 那我們也知道高中生他們比較不喜歡太正式的內容 所以我們瘋瘋癲癲的個性 就可以正好達到了很好的作用 那在分享案例的貼文中 我們會加入有趣的貼圖 就是我們自己的照片 或者是輕鬆的口吻來讓大家更好閱讀 也會用短影音的方式帶大家了解SDGs 還有目前還沒有做到的 就是做有關SDGs的梗圖 希望利用高中生片號的內容 來讓我們帳號更有關注度 然後我們現在身邊的人 我們跟身邊的人推廣我們的帳號 我們現在的追蹤人數已經到達了183個人 就是有一些小小的影響力 我們之後也會去了解 經營帳號的技巧啊 或者是這些幕後平台的運用 運作 然後去利用大數據推廣 讓這個帳號讓更多台灣人知道 除了宣傳DAS的身份 我們同時也是學測生的身份 我們會在那個 準備學測和宣揚SDGs這方面取得平衡 會持續的更新帳號 不知SDGs 我們拯救你 謝謝大家